第七代的iPod touch突然之間登場了 其實它除了不可以打電話之外 基本上的功能都跟iPhone差不多 到底它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呢? 立即和大家打開它來看看 在售價方面 iPod touch今次就新增了256GB的高容量版本 另外亦都有128GB和32GB給大家選擇 用這個價錢去入手一部 基本上有齊了iPhone功能的Apple裝置 其實CP值都幾高 如果你想幫家的小朋友買一個電子奶嘴 但是你的預算又有限的話 這個iPod touch就非常之適合了 而另外最開心的地方就是 它保留了3.5mm的耳機插頭 對於一班喜歡聽歌 又想追求有高音質表現的朋友來說 絕對是好消息了 新版的iPod touch除了可以支援iOS12的版本之外 它的CPU亦都由A8轉了A10的Fusion處理器 雖然它只是iPhone7的級別 但其實比起上一代來說 它在處理效能上會快了幾倍 還有它新增了可以支援AR遊戲 對於一班手機Gamer來說 應該會是個好消息 除了我手上sharp性的粉紅色之外 新一代的iPod touch還有很多不同的顏色選擇 對於機身顏色非常有追求的用戶來說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 雖然新一代的iPod touch 並沒有新增Face ID或者Touch ID的功能 令我有少少失望 但它另外新增了一個群組Facetime的功能 可以給我一次過和很多不同的親朋室友見面 用這個價錢去入手一部 基本上有齊了iPhone功能的Apple裝置 其實我覺得CP值來說真的頗高的